我说觉得不太可信 因为这个昨天我们还在了解这个事情 但是确实好了 就是他他没有得到真实的更可靠的信息 是因为所有的信息源他都给都封口了 那么所以就包括动物园本身 他们现在也不说话 所以呢你就看到很值得玩味的 就是现在媒体是发达了 从一方面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平台 每个人都有一张嘴都可以说 所以你看鸡汤派也在这发言啊 人不要什么随便动怒啊动怒又怎么样了 然后动物保护派又在这上面 就每个人都能在这个事情找到一个 可以来发挥自己观点的一个事实 而这个事实是不是存在又不清楚 所以你看动不动先是说这个女的发怒下来了 然后十万家的那个网贴都来了 这个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又说是不遵守规则下了 然后又来规则派又来谴责一番 胡该是吧 对不遵守规则就是这样的一个后果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确实是 就是他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 又挺值得玩味的 然后就说完了之后说老虎被击毙了 哎呦又一把网上挨到老虎宝宝的 最后要给我动摇赶快解释 还没打死呢 还在我惯着呢 对对 而且现在辟谣的也是用谣言来辟谣 就是你会发现后一个谣言说我这是真的 什么前面是他不是小三 他是什么什么什么 他俩吵架了什么之类的 最后发现其实全是空的 像李静老师说的 实际上我觉得真相没有的原因 就在于这个大家的闭口 你主动闭口和被迫闭口 最后就说我不说 他以为不说是假消息杜绝的一个 一个一个关键 实际上是产生假消息的一个最关键的原因 我现在啊 就是开始慢慢琢磨明白了 我现在觉得爱在网上发生的那些人 我不承认我也不太相信他们是大多数 我过去我觉得如果是大多数的话 那我就太这个独一无二了 我说我难道跟大多数人不一样 我不相信 因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大多数人应该跟我一样的 就是说 我过去总觉得我说哎 怎么这么多的人 他们发表意见的兴趣 总是大过他们了解真相的兴趣 我觉得我不是这样啊 你也不是这样啊 你也不是这样啊 这职业训练 我们听说一件事情 总是要说哎 先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啊 但是按照我在网上看到的这些人 他们根本不关心怎么回事的 他们似乎觉得大家伙都在等着他发表看法 永远热衷发表看法 永远不喜欢了解真相 可是我现在就相信他们不是大多数 但是还有一个环节 我觉得也是应该被指责 就很多人他愿意传播 你自从家了很多同学圈啊 什么家里人圈啊 天天给你传播这种 你一看你都不用点开看 你就知道 这种东西你怎么也传播呢 我就觉得这个传播者也是挺可恨的 他连一点这个思考能力都没有 扭的帖子一看就是在这瞎说八道呢 但是这个是人性吧 但是采夫你讲的对 要不说可能咱们跟他们 还是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 咱们是受过训练的 我们新闻记者出身 我就发现我有一个什么呢 我也爱八卦 我跟你说 所有谣言都是我 都是我跟朋友 都传播 但是我的训练表现在哪啊 我传播完了啊 我都把出处告诉朋友 我说哎 我听潘采夫说了 他也不一定去哪说 这不是我一手的 对对对 这不一定是真的 当个笑话 有个余地 留个余地 对我都是会有一个这个 对对对对 但我有一点跟你不太一样的判断 我认为真的是大多数人是不太有判断力 就是看各种群里边 他们对这个事情的一步一步的判断 就实际上阶段性的消息 或者阶段性的谣言出来的时候 大家以为那就是真相 哗就上去就评论了 在最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 哗再评论了 就实际上我觉得 我保持我的理性 我等着真相出来的这个意识 在我们中国网友和中国人的脑海里边 未必是大多数 而且这个少数 但是呢 而且有些个东西 你觉得就是个八卦 就是个乐 有些个东西啊 这里边我觉得有点残忍 或者有点就是有点阴呢 有点有点有点邪 就比如说你假如不是真的 他曾经闹过一传过一阵 说人家这家被老虎咬死 这家人是医闹 对对对 哎要是真的那是另一回事啊 真的我也觉得你也没必要这么去嚷嚷 但是又不是真的 你说人家家里都已经死了人了 您在那说他们家都是医闹 什么时候在医院就是在医院赖着要钱的 你说他就给人良心 他的是那种半真不真的谣言 就是说他是一闹 说他大闹 什么这个重症监护室的 是一个大夫 这个大夫还是认证的一个大夫 大家认为他是一个理论 就是他是一个消息的权威 认为这是一个真相 后来他自己把微博又删掉了 他可能是告诉了大家一部分的这个消息 说这家人的在医院里边表现不太好 大家坐实了他是一个一闹的谣言 就是其实半真不假的消息 大家真真假假 揣在一块都是最难分辨的 而且这个本身也蕴含着一种 我们的那种断人断事的方法 他被老虎咬这件事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他是不是一闹 那又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这就好像我们过去觉得 他杀了人他不好 但是他原来是通奸了 所以他杀人 他就是怎么着 你就是把另外的一些东西 给加在这去判断一个事情的性质 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 还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刚开始因为他经过了几成 先是说吵架 后来人家也辟谣了 因为我当时第一反应 也是觉得吵架有点看那个视频 我也觉得有点不可信 如果真是吵架 他过去拽那个门 应该那个男的 应该把门锁的 怎么会把门开着 如果对 他下车是应该把门开着的 那这个 但是你看到他那个下车 也不像是愤怒之下去砸车门 好像确实是验证后面的一个推测 就是说他认为已经驶出了一个老虎区 那么他到那去 到驾驶位那里 他说要换一下 他觉得怎么样 不舒服 换他老公 对对 还有一种说法 说他想倒回去再看 但是我们说的这些 咱们为了搞清事实 可以看一个一段 但是家庭观众也要注意 不要受惊吓 我们看一下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么看能看出什么来 我其实看的 我原来没敢看这个视频 因为他太惨了 我看了之后 我觉得他其实不是吵架的 他是想换位置 他有一种想换位置的时候 突然他又耳朵在听 因为当时讲述有喇叭 说你不要下车 那个巡逻车 对 但他一愣神 那个功夫老虎来了 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自然 他也想换位置的一个过程 这是我理解的 这个巴达岭的这个动物园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这一个 如果只有这一个的话 那我有个记忆 就是前两年 我爸爸妈妈到北京玩 我还没去 我们有我的朋友 开着车 带着他们去 这个 看老虎去 我估计就是这个 我刚才说 你知道还有一个有意思的 对不起 他说其实这个 2012年也出了一个事 要出什么事 一个 说一个老人家 就是这样坐着车 去看老虎的 看到一半 他说他要上厕所 憋不住了 下来了 结果被老虎咬伤了 还告这个动物园 说当时 动物园还赔了他一部分钱 这个是典型的 属于你这违反规则 而且当时他们说的这个 就给我爸我妈开车的 这姐们 还是个女士 也是个胆大 就追着老虎 最后这老虎 回来还跟我说 他开的 就是那种 国产的这么一个 那种车 软铁皮的 回来跟我说 老虎追在后面 咔 就是这个 爪子尖 就已经倒到 他这个铁皮里 给他把这个车 我都看到 我当时就觉得 这有点悬 这种自驾 北京是有两个野生动物园 一个是这个叫 北京野生动物园 一个是巴达岭的 北京那个 那个是不能自己自驾的 这个 你说那个 可能就是巴达岭这个 因为他 为了多吸引游客 他就 他就推出了这种 自驾的这种 比较稍微刺激一点 那种项目 因为就是刚才 你讲的那个细节 其实是我 我觉得参加这 这一期节目 最想跟大家聊的 动物园的 这方面的事 说这个女的死没死 或者说该不该死 大家都在喷 但真正的让大家说 以后怎么不再死 他到底这个野生动物园 有没有责任 就自驾游开这种 普通的车去 到底符合不符合 安全规范 其实这个是 我觉得跟网友 应该多聊的 就是一爪子给弄那个 这车绝对不行 这肯定不行的 我们就看那些图片和视频 去非洲 那个什么国家森林公园 都是那种 很像军用吉普 我去过 我去坐他们的车 那这大棒子的那种车 而且有人的 根本不允许你下车的 而且有站着司机开的 对 他那个园区 必须得有一个向导 领着你 像保安一样的 当然这种自驾的 也是 其他外国也有 就是开自己的车 但是我有点 就是外行的担心 我说这是不是 都论证过 所有的猛兽 以他全身之力 和他的爪牙 比如说他老说 你别开窗户 我甚至觉得 这窗户是不是 他要封了 包括玻璃 玻璃 一八转会拍碎的 就是外国有一个 就是给拍到了 那个人在后面拍 那女的就是 拉下了一点 结果俩狮子 以为给他打招呼 拉下一点车窗 一下就给倒出去了 所以 所以他这个视频 我觉得就是说 一个是 就是我觉得 有一种分析 比较可靠 就是这个女的 她肯定不会是 在看到老虎情况下 在看 才去下车的 她如果看到老虎 她肯定不会下 有一个分析 就是因为天气热 老虎是在远处 她在哪一个树底下 或山根下 那个趴着乘凉 那她就以为 可能一看四周 都没什么斗舞了 她才下车 但是说那个 当然那个老虎跑起来 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呢 就是说 你不要以为 你视野之内 没有这个猛兽 你就是安全的 那个 另外呢 我是觉得 你看 这个 这个 这个母亲呢 她当然是一种本能 看着女儿被拖走了 所以有一种分析 你说这老虎实际上 是不吃人的 老虎是吃那种 当然吃那种什么 这种羊啊 什么吃冻 她吃上是不吃人 但是她会把这个人当成 她说可能是一种误判 就当成了一种 这种像 像玩一样的 我先去叼着你 我玩两下 但是这个母亲来了 她可能会去打她呀 吓唬她呀 可能加重老虎的愤怒 她就一咬 就给她这个咬 是另外一只老虎 另外一只老虎 两只是吧 对 我觉得原因可能是那个 就是野生动物园里边的 就是圈养的就不散了 就是这个 一般的动物园老虎 就不管她了 就是野生动物园 老虎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 领地意识的 就我们都会知道 狮子和老虎这种猛兽 它大概有 十平方公里啊 或者一百平方公里 之间的领地 你给它放到了 这个野生动物园里边 它让它可能 它的领地意识 会有一点点 这一片是我的 你我未必是吃你 但有一个东西 你侵入了我的领土 我就要捍卫 我这一片领地 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可以成立的 就是在野生动物园里边 它这个面积呢 又没有它天然的领地 那么大 它 它 它想的这全是我的领地 而且这个动物园里边 设计的 什么林荫树啊 这种 什么鹿啊 之类的 就不像一个 要观测野生动物的 一个草原 或者一片什么东西 让这些司机和这些人 以为是走在大马路上 就它 我一直认为 动物园是有责任的 所以我看很多网友说 它该死 包括一些专家 也说动物园无责 那我觉得 它 它允许这种 质量 就完全不一样的车 随便就进去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另外一个 你相信 所有人都是理性的 说你不要下车 你不要摇窗户 这种的 我觉得也是不严谨 那另外一个 就是它对这个园区的设计 实际上是一个 不是一个正常的动物 自然生活的一个空间 它跟那个自然保护区 还是完全不一个概念 它只不过是一个 大一点的动物监狱而已 这个动物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 依然是不正常的 它跟肯尼亚那种 国家森林公园 不是两回事 两回事 我知道的是 不是一个真正的野性的 它其实还是动物 要圈养的老虎 对 那种森林公园 黄石公园 他们有时候会提醒说 你这个车离猛兽 要90米以外 这个动物 在这么远的距离 是避开人类 它是不攻击你的 现在我们为了 人类为了寻找刺激 就说 恨不得 隔着窗 我亲给你一口那个劲 它实际上是严重侵犯了 动物的领地 它的习性和它的 它的攻击性 会被激发出来的 你讲的有道理 现在有人引用很多法律条文 我觉得这个里边 就是你把这个游客 当成孩子 还是当成有自我意识的 或能管住自己的成年人 现在你看有一种 就是说 法律上讲 如果这个动物园 它提供了所有必要的警告 我都跟你说了 你还是自己下车 那怪不着我 我不负责任 但是我也同意你说的 你说是那么说 但是这种生死 什么是很一切出人命啊 我觉得它生极了 可是呢 你这么财富 还有一个概念 我觉得也挺好玩 就是上次我们去温哥华 在温哥华 这个温哥华旅游局 有个导游 领着我们 也是在它的一个森林公园 比如说骑这个单车 这个导游一路 你知道这个单车 要这么窄的路 下面就是万丈悬崖 然后呢 骑到一个地方 这导游说停 别出声 别出声 我这么了 你看 基本上就离我 我估计就是从这六米远的距离 就一只黑熊 他这个导游就瞧瞧过去 瞧瞧过去 我们就瞧瞧 都从车上下来这么过去 别惊动他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这要是我们中国的旅游点 这千万丈深渊 肯定得建栏杆 你如果不建栏杆掉下去 肯定是这个园区要负责任的 我说包括这个黑熊 然后您的导游跟我们讲 就说我们他就是说 我们的人比较崇尚强悍 他就说 所以就说 你既然选择了到这种大自然来 就是人直接面对大自然的风险 大自然有猛兽 对吧 这也是猛兽的天地 这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 然后呢 你知道这里有悬崖 你要就像就像你玩登山 你你你攀登珠穆朗玛丰 那么你说你你你你死了 那这东西是你自己选择的 所以你自己说你自己骑自行车 他说我相信你不会往悬崖下边骑 你说这是个什么观念 这这俩是不一个概念啊 就是你比如你爬长城死在长城上 你不会去怪罪长城管理处 因为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景观 但是野生动物园 它还是个动物园 它是一个游乐场 我们不能就是 它再大的野生动物园 它除非是自然保护区了 它野生动物园 它就是一个游乐场 为了让人赚钱进去游览的 它对人的安全必须得负有责任 前一阵我们还聊过呢 美国发生那个轰动世界的那个事 就是那个大猩猩 大猩猩 小孩弄到大猩猩池子里 对 据多方包括那个非洲研究大猩猩 那个女科学家叫什么古什么呢 珍妮古德尔 他就说他观察这大猩猩 是要保护这个孩子 不是要伤害这个孩子 但是当时动物园方面 没办法 就击毙了 就击毙了这个 所以到后来全球的很多网友 就让这个父母要赎罪 就说你们没管好孩子 对 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属于意外 就是属于父母没有把自己的 这孩子太小了 而且人之间 人和动物是不能沟通的 那个肯定是父母的责任 就是父母 这个小孩从阳台上掉下去了 小孩被火烤了 这个肯定是监护人的责任 那如果是在野生动物园里边 我觉得他们出事了 那真的是 你比如就像您说那个啊 就是老太太去上厕所 开了好几道店门 结果被袭击了 那一定是动物园的责任 就是说他让人有这样的机会 竟然能够推开这些门出去 哎呀我不同意啊 那我觉得动物园允许这个人 包括签协议的时候 都是有一个条款的 就是在这个 你绝对禁止下车呀 这是一个危险区域 那你自己下了车 你就是违反了这个条款 这个责任难道要动物园来承担吗 那有些人就说了 动物园你应该有义务 把他们的车门上锁 让他们开不开 我觉得这个就属于这个不合理条款了 如果你 如果你是既然管不好自己 你就不要去添这个条款 你就说我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 我觉得动物园他没法来承担 我觉得他不是权责 动物园不是权责 但他确实有疏漏之责 就是你有的动物园他就是在人和动物之间 猛兽之间挖一个深坑 你就你死活过不来的 这倒也是 或者是有电网 或者说你有小火车 或者是你这个大巴车呢 外面挂的全是那个铁栏杆 这些都是你人想出去都没有机会去出去的 这些 尤其考虑到我们中国的游客的这个 普遍的素质和规则意识比较淡漠 你一定要想到他会下车的 这个我觉得他下车这个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 这你就像说 我有时候开车回蛇庄 我就发现我们的中国人民 在高速公路上跟六弯似的 而且逆行 逆行 他完全如有无人之境 对你说这事想一下 就是前就是昨天吧 是前天也是一轮比较多的 不就是四个中国的自驾游客 在美国遇到车祸死了吗 他就是他就是因为在高速公路上 他是说是拐弯呢 拐弯美国一般不有一个stop那个标志吗 然后就是你见到stop 你是一定要停车的 一定要把速度降到零 你是真的是要停下来 你得让人家主路的车过 你才能过 但是你知道在中国开车 咱们什么时候见过 你比如说你掉头的 你掉头的反倒 我发现他不但不减速 他反倒还加速掉头 他就对 对 弄的你看我们在中国 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开车 你经常想中国为什么就堵 当然车多什么一个 另外我就效率低 你在绿灯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敢踩油门加速 你不敢 哪敢 不知道窜出一个人来 还是窜出一个三个人 所以你在红绿灯的时候 绿灯过的时候 你根本不敢 但是你在国外 你看绿灯 那个速度是多快的 因为他不会出来一个车 不会出来一个人 他就是全速通过 但是他把中国的 比如说你到国外自驾车 他不看你的主路人车多快 他往这边掉头还是拐弯 我没有看具体的势力 但是在那个stop标志 他不停 他还是这样 结果就被那个主路上行驶 这一下就撞了 所以在国外 现在不是说 规则规则 否则你害人害己 我觉得确实是 你平时不养成这些好习惯 你到时候真的就是害人害己 但是你说这个是国民的责任呢 还是管理方的 美国人为什么不提醒啊 我们我们可能是会加速的呀 甚至有些人 你知道他们有些人像那个谁啊 就有个叫于世纯的 他甚至提出一个概念 他的概念也不是他独有的 我从物词以来 一直就有学者认为啊 就中国这个民族啊 就其大多数民众来说啊 他们叫半孩人 你听过这个概念吗 对 他就不是成年人 他就是就是包括很大的人 你比如很多这个咱个别游客吧 他的举止 我老实说 实际我看着非常可爱 因为那个就是小孩嘛 他到日本层下就上个树了 哗哗哗 要把那个樱花往下摇 摇那花语照相 那不就猴吗 这就是樱了成功说的 中国人需要管的 我觉得我们对于很多这个资讯啊 对于别人的事情啊 嗯 我觉得有一种姿态 就是这个姿态啊 就是你看啊 好像我觉得我要看见一个什么事情啊 我的姿态是这个胸往后缩一点 嗯 就就是那意思啊 就是哎呦 这是什么回事 嗯 我不太清楚 呃 比如说这个丈夫为什么会拉车门 不敢妄然下判断 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不少发议论的人呢 他们是挺着胸脯面对任何信息 哈 就是哎 你看这这这这孙子啊 见死不救 你看他这什么连的这这这这这男的怂了 怂了回去 你看就是那么容易得出他的一个结论来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比如说网上我看些评论这种民意汹涌啊 比如说在指责这个女的因为不遵守规则所以遭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像仿佛就是人人就是发议论的这些人就是在平时生活当中你如何的遵守规则一样 我就说就像那个耶稿说的你谁没有罪你可以你可以来来来来来打他一样 就是你看这些人我就觉得其实我们你来反省自己我在做这个我在看这也是 我说我平时就那么遵守规则我痛恨这些比如说交通这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我平时就那么就就那么遵守了吗 我经常也在自责 比如说有时候我开车你在一个小道上 哎有人就这么横过来掉头一掉头给就堵的这边也堵那边也堵 我就特别恨这个人 但有的时候我发现我有种侥幸心 我一看哎前面没车我就赶紧掉头吧 对把两条路都给堵上 哎呦我就是这个不好意思发现你也不是这个遵守规则的人 咱们也都是没有一天不反规的人 对对 就都是这个国家的人 所以也没有权利就老说指责别人真的是多反省吧 那种是啪就表态就指责 我觉得还是因为脑子糊涂 就是不理性 你缺少思辨能力 对一个问题也缺少这种 你说我要质疑啊 就是你肯定要我看这什么东西啊